大家好,欢迎来到俏美食 今天买的莲藕4块9毛9一斤 今天用莲藕和鸡胸肉来做好吃的 在选择莲藕的时候 尽量选择两头比较封闭的 这样会比较干净 首先把莲藕去皮 然后再把洗净的莲藕擦成细丝 再用刀把莲藕剁碎 然后再挤出莲藕的水分 放入盆中 准备一块鸡胸肉切成块 放进料理机 把鸡胸肉搅成肉泥 放入盆中 准备一小块生姜 把它切成细丝 再切成末 放入盆中 再切成葱花 放入盆中 肉馅里面加入胡椒粉 食用盐 打进一个笨鸡蛋 随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再加入一勺淀粉 继续搅拌上劲 这个肉馅我们就调好了 锅内加入菜籽油 取一根筷子 冒小泡泡时就可以下入丸子了 丸子定型之后再用筷子搅动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炸至金黄色就可以加出来了 再控一下油 准备几粒大蒜多成蒜末 红辣椒切成丁 青菜椒也切成丁 锅内留一点点底油 把蒜末放进去爆香 加入生抽 蚝油 一勺香菇酱 炒出酱汤味之后 加入一小碗清水 水煮开之后 再下入碗子 碗子煮三分钟之后 再下入青红辣椒 再用挤出的莲藕汁 勾一碗水淀粉 倒进锅中 煮到汤汁变得很粘稠 就可以出锅了 香喷喷的莲藕鸡肉丸子 鲜嫩多汁 我来尝一个看一下 真的是太香了 这道菜是孩子的最爱 如果你喜欢也动手试试吧 我是小鑫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